JC在红色方的时候 他也不太可能把这个英雄放给孟磊 好了 那么来看一下 究竟这场比赛 是不是如我们所料孟磊这边 超安慧这边 会把白礼选策搬掉 感觉现在选策有点像以前的李白 一直在搬位上 没错 初庸的话我觉得他有一个优点 哎呦 不过JC这一手搬 我刚想说初庸的芈月 其实打得很不错 但是这一手给搬掉 那么这样的话 其实JC会有很大的可能 在我看来 会在中路去争夺一个优势 选择一选 试着把诸葛亮抢掉 对 因为在中单位上 初庸我相信 没有任何一个中单 在中路对到老帅的时候 有自信说我能打爆老帅 不可能 我能打爆张雨晨 怎么可能 所以说如果没有百分之百的自信 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 搬屁削弱对手增强自己 好 看一下 白礼选策直接搬掉 小伙伴们 九哥替你们赚了一波 竞彩笔 手速快的人就赚到了 像这种竞彩 其实是能够看到的 对吧 因为超王会红色防 这个英雄是必搬的 对 江子牙也搬掉 这波分析有理有据 第二班搬掉江子牙 不想跟对面 就是前期太刚了 没错 还是稍微稳一点吧 是 一般强队都爱搬江子牙 因为江子牙这个英雄是能够创造奇迹的英雄 看下老夫子家路纳 这个其实搬还是搬得很稳的 但是这个阵容放出了关羽 看超王会搬不搬 VV这边的关羽放出来了是很可怕的 飞马 对 超王会这边如果可以选择 其实甚至都可以把花木兰搬掉 搬掉之后 你上单位上我拿一手关羽 你不太 我的边路线上很难吃亏 白礼首约还是得要上班位 白礼首约 那么JC抢不抢诸葛亮 如果JC抢不抢诸葛亮的话 超王会很有可能会拿到张飞这个点 而且还有关羽在外面 是 但是一手抢张飞的几率 不过关羽放出来也不一定会抢 超王会也不一定就会用 这个倒是真的 因为现在花木兰还在 JC现在有几个选择 花木兰 诸葛亮 关羽 关羽不太见他们用 花木兰 诸葛亮和张飞 这三个点其实是抢得到 性价比最高的 是 还在犹豫啊 一般队伍都会选择花木兰 但是我个人认为抢诸葛亮蛮好 一般抢诸葛亮的队伍 都是以中单位核心的 是 其实初中昨天的诸葛亮 说实话打得不是特别好 但是他是有潜力在的 我是觉得他能够打好的 大家有时候会 对一个选手要求过高啊 其实不是苛责他 是因为对他真的 暴义的非常大的期待 对 所以说有时候 因为期望高 所以有时候可能会失望 但是大家要相信他 能够发挥出来 对一名新人选手 还是我们要更多的暴义肯定 好 看一下 长安会这边 会不会选择拿到张飞 加花木兰 或者说鱼姬要拿一下 鱼姬刻一下诸葛亮 不然的话中路其实很难兑现 对 关羽 关羽 关二爷 我以为这边还是喜欢玩啊 花木兰 他真的还蛮喜欢使用到关羽 这个英雄的 五大关羽 什么叫做五大关羽 五大关羽的一个标杆是什么 就是你敢放 我就敢拿 对 这两手 那么这场比赛 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为什么长安会没有选择 先上鱼姬 就这样比赛摆明了 就没有指望中单这个位置开 长安会有一大特点 他能够把C位随时偏移 这场比赛在打野位 孟磊能如果能够 作为一个野核的情况下 边路出一个关羽 另外一条线拿花木兰 其实中路 老帅只需要补足伤害就够 他不需要去强行秀 去杀多少个人 都不那么重要 纳克露露 打摩 纵情的纳克露露还是蛮强的 真的蛮强的 打摩一手点控 配上纳克露露 一个秒人能力 确实非常强 纵情的纳克露露 主要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那一场 打出全场5000经济差 那场是打一斯大 诺言打野 他的经济差 拉出了对方5000整 伤害极其过分 这场比赛究竟能不能复制 那一场王牌飞行员的胜利 其实非常值得期待 是的 看H超会四五楼的选择 庄周 这是方便VV跑起来 这三四楼要选择到 孙病 孙病如果拿出来 拉丑能力真的是强了 孙病加关羽 真的飞马 真的是飞马 而且兔子比较强的几个辅助 其实是我个人认为 他最强的两个辅助 就是孙病加游魔 他的张飞也不错 但是都没有这两个强 他最擅长的是这两个英雄 我们看一下 孟磊选择了李元芳 那么这场的话确实 什么叫做核心经济偏移 连孟磊都把核心点 让到了边路的关羽身上 这样的话直接就选择了推塔的英雄 非常期待这场的关羽 关羽一放出来 在上个赛季 鱼一的关羽保持的有什么战绩 无场全胜 全胜 不过这样的话 JC是没有理由不拿一首鱼机了 因为既然编路的话 你有关羽 有花木兰 我占不到太大的优势 打野为了李元芳强新提速 我那和鲁鲁还可以 那么只能在中单位上下功夫 鱼机没有了的话 老帅这边能够选择的 基本上可以说只能是不知火舞 但是不知火舞对到 诸葛亮其实不那么好对 有点难受 一个线上的倾线能力 没有诸葛亮强 这样的话一个支援能力 相对的也会弱一些 没错 线上单挑的话 诸葛亮也不需不知火舞 三段位移随便躲善 所以说这场比赛 可以说在中路上 单从英雄角度来看 其实JC这边已经拿到了优势 没错 而且在团战控制方面也是非常足 有手达摩和张飞的控制 没错 先手反手能力都很强 但是我们知道 超王辉即便有孙并 反手能力也很强 大招的陈末 加二技能 配上一个花木兰的 重剑一技能 如果配闪现 这个反手能力 丝毫不选择于对面 再来一手 中单孙并啊 中单孙并 还是一开始 AJ常文辉老帅 先带出来了一个风 那场比赛 如果记得很清楚 是长文战当中 先是SC用了 安然使用的 那场比赛发挥不是特别好 在那场比赛结束之后 接下来常会的比赛 也老帅拿出来 中单孙并 其实打的 非常的nice 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的话就变成了 中单的孙并 我以为这手孙并是辅助啊 其实最近中单孙并的出场率 慢慢变高了 因为 其实这也能够理解 因为我们知道 当 哎呦 怎么看到我的牌子 现在真开心 我们看到 当这个 不知火舞在中单 对到诸葛亮 有一点劣势的情况下 孙并的出现 以一个 辅助型中单 poke型中单的 存在 其实在战术地位上 会变得更加的重要 效果反而好过不知火舞 是 可以注意到JC的一个 怼怼达摩 胜率是非常的高 是 怼怼现在换到上单位之后 其实稳了很多 还是蛮值得期待 清城 从上单位转到了射手位之后 他的风格也不是特别激进 就整个JC在位置上的偏移 其实转的还不错 其实我记得一开始 清城也使用过关羽 而且使用的还不错 待会我们看一下 昌会这个阵容有一个特点 就是控制多 这支队伍的控制欲是真的强 关羽 孙斌大招 算那么一个软控制 还有牛魔 远方的强减速 孙斌的沉默 巴姆兰的中箭一 中箭二 再加牛魔的大招 还有一个巴姆兰本身的沉默 这个阵容的控制的 但是我们看JC这边 达摩加张飞 你也不能说他控制就差 这两个人顶 基本上大半支队伍的控制 这场比赛 打团战 我们会看到一个效果 就是开团还没打输出的 七个人疯狂一波乱控 然后先静置三秒之后 再开打 非常有意思 其实两边打团 像张飞这个大招 人是吹飞的 达摩大招人是踢飞的 关羽也是大招推人 所以这场比赛 其实非常考游戏智商 什么意思 控制放得到不到位 先手反手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开控制 有非常大的区别 因为两边的阵容 都是先手很强 反手也很强 那么这样就存在两个命题 究竟是先下手为强 后下手遭殃 还是已不变 应万变 以进制动 哪种更强 还是要看他们局内 是如何发挥的 没错 非常期待 双方的配合将会决定 本场比赛团战的胜利 单看召唤式技能方面 没有办法 有张飞的一队 永远都是领先一个治疗的 多一口血 是 这样的话 其实在团战方面 JC是不吃亏的 不过这场比赛 有一个选手 会受到非常大的考验 有两个了 哪两个 就是纵秦跟初庸 这两名新手选手 诸葛亮其实很烦沉默的 我们的王者峡谷当中 一共有三个沉默 亚瑟 孙并 花木兰 超王会占了两 四个还有个大强 好了 那我们进入到双方 第一场比赛 蓝色帮JC 红色帮 A级超王会 我是李柔 我是琪琪 是的 那一点的话 纳河路我们知道 纳河路真的很烦控制 很有可能进场的一瞬间 被控到死 所以说他肯定得要 等对面的控制技能交完了 找机会再下手 其实躲技能的话 纵秦非常擅长 他很擅长躲技能 这个是我们见的 中单开下 VV帮忙P波线 之后利用自己关羽的 被动高一速回线 确实我们知道 孙并的清兵速度 基本上已经不能用慢来形容了 非常慢 他那个属于挪 只能靠个1技能爆炸 对 而且爆在很快 然后就是平A了 关键你还不能手动引爆 他只是个定时炸弹 对 所以说关羽不P这一刀的话 估计等诸葛亮去刷完一波 也回来 孙并这波兵线都没清掉 很难受 而且现在诸葛亮 一级都是学2技能 清线快 而且还带位移 不容易被干 是 不过这场比赛 其实是JC 在这个赛季可以说 第一次队长超完会 也是初庸第一次队到老帅 这个对于他 其实很大的考验 在队到老帅的时候 难免可能会有一点点紧张 还是希望他能够把心态调整好 来个平稳的发挥 哇 兔子的牛魔 这边获得视野 也获得太深入了 兔子这边是什么 牛无夜草不飞 进别人家的 这个草羊 吃坡草 中单的位置的话 超完会这边不会选择打 只会选择宝 因为牛魔加孙并前期 真的是没有理由 能够打得过出口 这样加张飞 没爆发 是 伤害不够 当然耗一下是没问题 打打Poke 牛魔打一套 孙并打一套 然后两个人走就好 感觉现在双锋还是比较平稳的 是 老帅的第一件装备 是CD鞋 做完之后应该要做圣杯 现在圣杯也有一定的加强 圣杯的攻击比之间强了不少 哦 这里原方还是痛 原方是真痛 打一下两根血 看一下JC集合的要快一点 中路 怼怼在蹲 找机会 看能不能击杀老帅一次 但是发现老帅这边拿了孙并之后 那就不能用一个吻字形容了 真的是 固守塔下 坚决不出塔 对对只能拿一个小野怪谢谢份 吓不死你 我还不能拿个野吗 是 昨天有小伙伴问我说这个为什么老帅吻 我是因为老帅体重大 所以我们以后啊 如果跟人吵架 就不要说你这个胖子 就说你怎么这么稳 学到了学到了 好的看一下 第一条暴君双方已经拖过了40秒 基本上这条暴君就变得不会那么的强手 哦 VV先手竟然打一套再踩回来 五大关羽顶不回来了 这手沉默 还是没有能够完美的配合到 不过真的这下把初庸吓到了 怼怼今天后手进场直接收掉了VV的关羽 反而常会被打 看一下兔子一个大闪拍起来 一技能刮一下 应该要把初晨炸死 没有炸到 少A了一下平A 这一手兔子已经打得很完美的 奈何伤害不太够 老帅今天是个孙并 实在补不起伤害 没有办法 是的 刚刚这一波 VV进场是非常完美的 奈何牛魔这个二技能 接得稍微晚那么一点点 因为他二技能是有抬手动作 这个吼 哇 老帅的随便收到了暴君 这个真的是很幸福 而且好像是平A手的 一个大招沉默出来 以后 宇秋选择过强撤 觉得这吼差点就吼到暴君抢到了 没错 我刚才那波团战书 真的VV那个属于教科书式的操作 先是一个顶之后 利用自己的位移 二技能再往回踩一段 之后再想用一技能转身再劈一段 把人完全打回去 但是真的就是差了那么一点点 牛魔的话 兔子玩得再好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 就是他的二技能是有一个抬手动作 你的状态要用预判 这个其实很难做的 确实 下午兵线不是特别好 清晨这边选择撤退 没错 这边鱼姬摸塔摸的还是比较凶的 奥特子位置很危险 是 你的二技能 其实这样比赛 目前看起来 常安慧不能打得太急躁 因为老帅这个英雄他是孙病 孙病的话 他的强势之处 中单孙病越到后期越强 爆发高cd短 同时这个大招伤害也很厉害 就是说这个英雄吃装备 是 装备不好的话没伤害 没错 初庸也了解这个英雄 所以他在拼命的压制线 不想给老帅发育时间 闪现没有踢到 闪现一技能没中 这样的话自己就有点危险 还好老帅大招交掉了 不然这波真的是要倒在这里 一个沉默下来 怼怼真的走不出去 如果说这一拳砸到墙上去 确实是可以 但是这个很伤 实现强杀的 这样我们看一下 上路一塔要直接被拆掉 李元芳带掉了 是 梦里还有李元芳 他这个版本的英雄池 真的不存在问题 进步非常大 看一下这个蓝buff 哦 好极限 血条都看不到了 一个大招出来 就是喜欢老王这样 比较沉稳的男人 没错 你确定他这个是沉稳吗 不是心跳吗 真的对不对 太极限了 刚才那最后一项 听也A出来 老王就倒了 凌威不乱 是 看一下 下我这边 鱼池很舒服的发育 一直在 吃完变线就磨你的塔 也没有人来抓他 没错 打磨抽到冰痕之窝 不知道招击 现在两边的话 其实都是 在平稳的找机会 其实我们知道 一般两个武林高手 有先出招的一方 有时候反而容易露出破绽 现在场上的局势 也是这样的 好像你很懂 对 你看这就是所以说 看不出来原来你是个武林高手 那你开玩笑是不是 当年练的一手好武功 你看刚才其实在中路也是一个道理 为什么刚才那一波 是梦 VV丢到了一血 一方面是差了一点运气 第二方面 其实JC时刻都在中路准备着反蹲 所以当场会出手的一瞬间 JC职员速度非常的快 像是老帅的英雄前期的自然短板 中单孙病前期它也就是个辅助 没有办法 虽然说在之前呢 包括去初庸嘛 54.2%输出的孙病 对吧 但是其实也是在后期打出的伤害 对 一定得拖 那个前期装备没有 只能靠一个一技能加平 也打不出多少伤害的 没错 前期还是尽量的选择 B战有机会就打 主要还是要看关羽这边了 沉默 雨秋这名选手 其实在前两个赛季 尤其在转会双合会之前 在AS先隔的时候 以凶助撑 打法非常凶宝 那个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赵云了 是 当年我觉得最凶的两个选手 一个是雨秋 一个是X克的七杀 打法简直就是没朋友 这个一技能 直接是收掉这条暴君 是 鱼姬的一技能确实非常的好抢 暴君主宰这位的 他怎么说 他是射手当中最好抢的 对 射手当中最好抢的 白礼守约还能被挡 他是挡不了的 但是其实难度还是蛮大的 哇 你想真的 转了射手之后 这个把握机会的 能力就在 一套打完 莫莱二怎么交出来了 比较危险 不过兔子潘 看到的很好 递出老王的大招 转任反吼 不过这样的话 是不太可能击杀到的 这三个人都很肉 你觉得输出环境非常好 这一件插一下 这一波团战 真的是我们来看一下兔子的操作 先是一个救赎之意 给到了 孟磊 保住了他的一手伤害之后 二技能强行反顶 利用强制唯一脱离战场 进场再打一波之后 再次二技能强制唯一 回到塔下 最后利用自己的肉体 挡了一发大招 完美的辅助 不过这一手的话 依旧是要死 这个就是没有办法 其实超安慧这一下手点 太瘫了 其实这个中塔是受不了 直接倒掉就好了 把嘴放掉就好了 已经残血了 腰腕也没有什么意义 属于蛇脊位了 下塔也破掉了 是 目前从塔数上来说 反而是JC这边占领了优势 没错 按道理说 有李源峰在 推塔这边节奏应该更快的 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很简单 因为他们的辅助是孙病中 中单是孙病 辅助是牛魔 打野是李源峰 他们这三个英雄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的干可能力不强 他杀不了人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看一下对面的阵容 是张飞加达摩 我们知道 一般李源峰这种队伍属于什么 暴力拆迁 正面顶着强拆 但是这场比赛 对面有一个达摩 有一个张飞的情况下 你是不可能在塔下拆我塔的 我随便一个张飞大招 就要教你做人 对 还有一个达摩大招 是 再加上又杀不了人 杀不了人的话 就没有办法 直接杀人之后推塔 所以现在的孟类 也没有办法 去放开了推对方的塔 这辆经济 反而是让JC这边反超 大概两千块钱 但是这个其实不用着急 朝安慧这边的阵容 关羽加中单孙病 加花姆兰 其实是拖得住的 他们可以打后期 关羽的话 后期威力很足 中单孙病 后期才是真正意义上的 他变成一个中单 前期他就是个辅助 感觉达摩现在还是比较肉的 一个冰痕之物 加上暗影战 又肉又有输出 是啊 如果再被JC把经济差扩大 节奏就不一定了 达摩一个大招 结余机要秒 兔子但没秒掉 老风来一个二技能 回了一截血 三分之一 兔子还能再进场 孙病的总体现出来了 VV转身再踩一脚 还有被动 但是被打断 牛魔大招没有中 这手真的就是中单孙病的作用 慢慢体现出来了 一个二技能拉回了兔子三分之一的血量 直接让这波团战 算是守下来了 就是说JC这边 就算团战有优势 可是一个孙病 让你有优势也打不出来 要拖 因为拖得越久 孙病的作用就越大 因为它是百分比回血 百分比回血有个什么特点 你后期血量越多 我这个二技能回了就越多 我前期一个二技能 可能抬你几百点血 后期我一抬就是几千点血 这个是有本质的区别的 拖延了一下 JC这边打主宰的时间 是 不过兔子也是针不住 那样都没死 凌威不乱 是 孙病这个二技能属于四两拨千斤 但是你得先扛住那千斤 你才能拨 就是刚才如果兔子直接被秒了 老帅那二技能是抬不起来水 这个牛肉质地比较好比较硬 是 进场打一套 我这个大招铺下来是没先用一锦的 不然梦泪这里 操作很细腻 但是别急 看一下嘴嘴这里血量很残 VV血量也不太好 张飞手里还有大招 昌慧这里也不敢打要撤 这个血量如果被张飞吼个大出来 真的难受 很痛 初用这场打出来了 刚才那个位置只有很多细节操作 比如说 他们的第一个进场 是纵情 纵情直接砸了个大 这为什么 以梦泪的手速 如果你在空中先用一个一锦 他肯定二技能躲掉 一个技能都打不中 所以先大招铺一下 铺到梦泪半血的情况下 逼走对方的打野 先把这条暴君放出来 节奏才会变好 这条暴君 要让 这次一拿到 正面团战整体夹攻击和法术强度的话 本来双方15开 但是 现在加了一个法强 说不定 之前就是差那么点伤害能秒的牛膜 现在有了 这个很多 而且15%其实很多 是 我们知道其实这就是这场比赛把张飞的作用体现得很明显 一个张飞在正面 有时候你这团战就是不能打 现在在王者下舞当中 这个张三的地位比关二还要高 看一下 JC对主宰是有想法的 一直在占据事业 没错 看VV的装备 这边是做到了 不祥征兆 加反伤刺甲 下一剑要做的是暗影战斧 要补一波伤害 现在感觉团战打不赢 伤害不够 不过这样比赛确实 其实我个人其实还觉得这场如果梦泪用的是一个李白 还真的可能会好不少 因为这场的话他没有拆塔的机会 但是团战里原方不好打输出 这一波的话兔子走不了了 抢杀 现在的超会面临一个问题 团战伤害不够 这中期有两波团打的不错 在野区的时候 但就是伤害有问题 太依赖VV的关羽 短身一顶 灰月躲开 但是紧跟着雨秋打一套 还是没有杀到诸葛亮 初拥这一波操作非常好 而且也带点点运气非常不错 先是VV打了一套之后 一个反顶被他用灰月躲掉之后 当雨秋进场 其实接得非常快 雨秋在VV结束一套之后 灰月刚刚一结束 直接一个中剑二技能推完 然后开一技能 但是奈何 伤害差一点点 是而且他主要是什么 他刚才CD在 他没有闪现 如果刚才有闪现 中间一技能闪现 能把初拥拍死 但诸葛亮一个二技能 跳到花木兰背后 他也没办法 这场比赛 如果昌会团战想打赢的话 非常依赖雨秋这个点 因为VV一个人的伤害 一定是不够的 而对方如果一旦看到 老帅的大招 一定会往后撤 所以老帅的大招 很难炸出伤害 这样的话 花木兰的中间一技能 能不能拍够足够的伤害 会很大程度影响 超会团战的胜负 老帅现在已经出到了 一个鬼响之杖 这一技孟雷直接败血了 没错 所以这个龙基本上 没法争了 我这一拳没上墙 上了就危险 哪个路上路再带线 是 现在VV的这匹马背上 驮了太多的东西 又要打伤害 又要打控制 而且伤害还必须打得非常高 这一切其实就是一个点 不是说阵容有问题 常常会拿到这个阵容 如果前期 把推塔的节奏起来了 就很好打 但是前期推塔节奏 像琪琪刚才说的一样 没打出来 所以现在团战也很难打 又来了 重心手速是真的快 这个一三二一套 都看不到停顿 但是其实我们知道 团战才是根本 就如果团战打不赢的话 其实真的很难取胜 又来了 这一套 很难取胜战才能打不赢的话 很痛啊 好在队友来接了一下 是 但是这不是个长久之计 因为纵情这边能打三里一次就能打三里第二次 现在A之昌会还是得要稳住 这条主宰不能放 放了有点难啊 没办法了 抢不了 不是 是不能放 但是奈何抢不到 也没办法 又来一套VV进场了 打不了 还是要撤 其实第一波 如果在VV在中路那次 抓猪口亮 杀到了 整个节奏就起来了 紧跟着梦雷就会过来把中塔推掉 但是奈何没杀了 哇 这个中间一技能闪现 打得不好 张飞吼出来了 纵情水量不OK 还有关羽的机会 转身踩一脚 踩两个 水量不太健康 出用一个大给到 接打摩大招 先收兔子 鱼姬一个大招 留住雨秋 再往前点一枪 能不能收了 纵情扑下来 一个打砸死 一技能砸完 VV还差一次水 没有死 但是梦雷转身一个平A 收掉了纵情 没有二技能 打磨闪现一技能 没有踢到梦雷 哎呦 刚好一上去的那一瞬间 被鱼姬后续的平A给收掉 是 这个真难受 又来一个大 这场的这个节奏 可以说是 对于唱会来说不要太难了 回越又是回越 出庸这场 再加一个二技能躲开 一技能 又被动砸到 我这场比赛是爆发 我们JC的选手 都是轮流爆发的 真的 先是纵情 初中这场打得真不错 跟他昨天的诸葛亮 宛若两人 这局他的诸葛亮 没有什么天敌 因为他一个二技能 非常的灵活 是 这场的话感觉他 反而是放开打 昨天的话打得很拘束 不过唱会其实 说白这场的翻盘点 其实不那么好找 因为现在经济落后的 也有点多 六千多 但是我个人感觉 其实问题不是那么的大 因为这场的话 其实 一是前期节奏 没有完全打好 差了一点点运气 像VV那一次反推 其实就是差那么 零点几秒 对 不然的话就推回来 第二点的话 如果这场 没有打推塔战术 换了一个 其他的野核位置 比如说李白 我觉得依旧OK 也能打 也不能太过担心 宇文芳这局 我觉得 其实发挥的也还不错 是 哇 这伤害 只不过是阵容的原因 打不出来推塔的特性 是 这也是中单位置 看一下这条宝军 又来了 巴姆兰 宇秋这里卖的很厉害 牺牲很多伤害 大招拍下来 兔子击飞了 对方的纵情 但是伤害不够 自己容易被打死 诸葛亮进来一个大招 收掉了 大招没断 那么这波团圆 不能再打了 诸葛亮又来又一个大 不过没收掉 VV还可以 尽量打一套 先收宇秋 一波零换二 很难受 看老帅和梦魏 能不能守住这波兵线 是 这局主要是让诸葛亮起飞 来有点伤 如果这局不是JC的 诸葛亮起飞的话 A系伤害会在团战方面 还比较好打 没有这么难受 是 但是纵情这里其实有点肥 阿摩又来 想描老帅 他是有输出装的 直接单秒 配合到队友的一点点伤害助攻 压进去 直接打到水晶 复活 重用又一套 灰月开起来 一个踩 直接杀完 零换五 推掉水晶 恭喜JC 给你 吃饭了